来激励他 然后那场期我印象很深 因为那是真正的演讲 是鼓动性的演讲 然后我有点紧张 然后我偷偷地在下边喝了两口酒再上去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什么少年什么什么什么 拍完戏之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星期就好 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有个毛病 我喜欢在拍戏的时候看书 但是我只能看跟这个戏很像的书 我不会让自己摘出去 我比方我拍修身刀的时候 我就会看万历十五年啊 明朝那些事啊 那个时代的 我不会看外国小说 如果我要是拍现代戏的话 我就会在家看外国小说 然后其实抽离俊南的 我并不觉得人物抽离很难 因为人物你演完了以后 人物在你身上留些些东西 其实挺有意思的 虽然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因为我在完成一个人物 完成一个人物以后 你发现人物也在感染你 人物也把人物的东西留在你身上了 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性格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 戏里边的人物关系 你很难抽离 比方说这个人演你老婆 把这戏剑完事了以后等于分手了 这演你哥哥 因为老见不到了 你会想见哥哥 其实这种感情是挺难抽离的 有几个我觉得演得挺漂亮 比方说小包姆 男包姆 我觉得他演得还挺好 小东北我演得也挺好的 我都觉得 我爹要吃 我爹要吃 我爹等着我 孩子 我爹 孩子你比他这样啊 孩子 你让我爹 哥哥 哥哥 你怎么那么小事 我爹要 哥哥 以嘉义哥的话就是 多少年难得一遇的品质大戏 我觉得是在各个方面 制作上 用心上 等等等等 包括他的题材 应该是国内一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